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波铭 汤鸿波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 作为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进驻天河核心舱 并开启了长达三个月的太空之路 如今白鹿已过 秋翼渐农 三名航天员结束三个月的太空生活即将返回地球 从6月17号到今天9月17号 神舟12号载轨飞行了90多天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 昨天8点56分 神舟12号与停靠了三个月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分离 之后并不是直接返回地球 神舟12号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绕飞到核心舱的下方 从下往上与核心舱进行了首次镜像交汇试验 现在神舟12号已经处于返回状态当中了 今天下午就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 此刻三名航天员正在返回舱内等待返回 他们的状态如何 准备工作都做得怎么样 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等的同事 老陈彦 你好陈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飞空中心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飞空中心的指挥大厅 那这里也是整个返回着陆阶段的一个指挥中施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着陆倒计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飞空大厅也是坐满了人 气氛稍稍的有一点点紧张 那刚才呢我也是听到一个口令 现在空中分队也就是空中搜救分队已经登机了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神舟12号飞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得到 现在神舟12号飞船正在南美洲 正在大西洋的上空 那么现在它距离地面的高度 有差不多将近400公里的高度 396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神舟12号飞船返回舱内的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三名航天员 他们正在休息 他们今天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飞船的返回舱内 大概在8点半左右是返回舱的舱门 就已经关闭了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神舟12号飞船它在地面的配合之下 是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对热控系统进行预冷 因为我们也知道飞船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它的外壳可能会碰到 要碰到几千度的高温 所以必须要对热控系统来进行预冷 然后接下来是要把飞船的 这个返回着陆的各种参数和指令程序 注入到飞船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轨道舱进行泄压 为接下来再过几分钟 马上就要进行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轨返分离做准备 那么轨返分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从轨返分离开始 就是可以说是已经进入到了 严格意义上的返回着陆阶段 怎么来进行呢 我用这支笔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假设这支笔就是代表了神舟12号飞船 那么红色的部分代表的是轨道舱 然后中间是返回舱 尾端也就是推进舱 那现在它的飞行的姿态是这样往前飞 也就是说轨道舱是在前的 那么接下来它首先要进行的是一次调资 也就是说逆时针转动90度 把轨道舱朝向这个方向 然后轨道舱和返回舱进行分离 然后再继续 再逆时针转90度 实现二次调资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可以说神舟12号飞船 已经是跟原来的飞行姿态 已经是掉了个个了 那么接下来就迎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返回制动时刻的到来 这个时候推进舱上的发动机就开始点火 等于是飞船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刹车 开始进入到了返回轨道 直奔地球而去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飞船还会经历几个十分重要的时刻 一个就是到达145公里高度的时候会进行推反的分离 也就是说把推进器扔掉 把推进舱扔掉 进行推进舱和返回舱之间的分离 再接下来到100公里高度的时候就再入大气层 然后过黑让去 然后到10公里高度的时候开散 再到接近地面的时候呢 反退发动机点火 就这样安全落地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听到有四次落点的预报 能够帮助我们的搜索分队 更快地来定位这个神舟12号飞船的返回舱 迅速地来找到返回舱 并且帮助我们的航天员出来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 这一次的神舟12号飞船的返回 究竟跟以往的返回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简单地来说 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高度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 一般是从340多公里的高度 然后返回着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有390多公里 380到400公里的区间 要来返回着陆 不一样 第二个它的瞄准点也不一样 以前呢 我们知道是在四字王岐 那这一次是首次启动了 这个东风着陆场来进行着陆 那么还有第三个不同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 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返回能力的提升 那这一次呢 首先是我们的侧控 我们是全面采用了这个天机侧控为主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神舟12号飞船 它的这个控制能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一次神舟12号飞船 它是采取了一个革命性的控制技术 就是预测制导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以前呢 神舟载人飞船 它在返回地面的时候 是一条轨道 一条轨迹走下来的 飞下来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一次神舟12号飞船 它能够根据自己的实时的位置 然后根据自己的气动的情况 随时来生成最优的轨迹 随时来生成新的控制策略 当然了也是在北斗导航系统的帮助之下 所以这就可以帮助神舟12号飞船 它在返回着陆的时候 落点更加准确 同时呢 人员也会更加的安全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稍后呢 我也会给大家 发来更多的报道 那我想必须要在这里 预祝我们的太空三人组 三名航天员 他们能够平安归来 好的 非常感谢春燕 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我们也会在这儿 一直关注我们的三名航天员 回家的整个的过程 那我国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 从首次发射 一直到神舟11号飞船 着陆的地点呢 都是在四字王旗 那这一次呢 神舟12号返回 选择在了东风着陆场着陆 那东风着陆场什么样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呢 神舟12号返回舱着陆之后 搜索人员又如何快速地找到 我们用模拟技术 也带大家直观地了解一下 神舟12号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的情景 东风着陆场 地处内蒙古 阿拉善蒙 维基纳奇 地广人稀视野开阔 整个着陆场呢 有2万平方公里 神舟12号返回舱 进入大气层之后 离地面10公里左右的时候 一张红白相间的降落伞 就将会徐徐打开 随后返回舱着陆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空中 搜救回收分队的直升机 根据指令 向返回舱的落点开进 而空中分队呢 配备了5架直升机 包括一架指挥机 一架通信机 一架一间医保机 两架医疗救护机 同时呢 地面搜救回收分队的车辆 也向目标点开进 任务车辆有30多辆 搜救人员呢 将会力争 第一时间赶到落点 来实现 苍若人道的目标 今天呢 我们演播室也请到了 中国在任航天工程办公室 总体技术局高级工程师 王坤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副总工程师 汪塞进 一起来关注 深州12号三名航天员的返回 我们也结合着实时的画面 给大家会介绍返回的进展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画面 左边是在飞行控制中心 可以看到的舱内的 三名航天员的情况 我们看到正中间的是聂海胜 屏幕靠近我们 这边应该是汤红波 是吧 远处的是刘伯明 三名航天员 现在在舱内 已经静静地等待 回家 目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到393了吗 393公里了吗 现在还是在原来的轨道上 还在原来的轨道上 现在应该是在 调资前的一个飞行状态 快进入调资制动 到了调资制动 我们就应该很快地 回到返回轨道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期待 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在相对比较静态 在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 相对比较静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介绍一下 这次回家的一些过程 右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 在飞空中心的模拟画面 可以看到的 神舟12号的一个 模拟的姿态 这次的轨道 跟以往 跟神舟12号不太一样 跟神舟11号之前 不太一样 就轨道的设计 是吧 对 对的 还有什么不同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 这次我们神舟12号 飞船是返回东风走的场 和以前 反回四子王旗不一样 整个轨道往前 要做个平移 因为东风 是在四子王旗的西边 大概900公里 第二呢 我们是空间站 到了空间站阶段 空间站组合体 不再为飞船的返回 专门调整 这个返回轨道 所以说飞船要适应 从不同高度 不同状态下的 这么一个返回 所以说路径 还是跟以往相比 它是不固定的 可以说 以后我们空间站阶段 每艘载车 返回的路径 都不一样 也不一定 过我们之前说的 地面连续测试区 但我们有中心 的支持 我们看到 聂海胜拿出工作手册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飞船 都是自动控制的 但是航天员 也有一些很多的工作 要配合 也要同步进行 是的 在这之前 我们北京分国中心 已经把相关的 返回飞行程序 已经注入到 飞船当中 而且有些关键的指令 航天员很有补发 现在马上就要进行调整 第一次调资指令发出 第一次调资指令发出 长城报告 第一次调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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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水平方向 逆时针转90度的 这样一个调资 改成横向的飞行状态 对 它通过它的滋控发动机 进行一个 这个姿态的调资 接下来很快就是 轨返分离 对 三分钟 这几个期间呢 就是两次调资 长城报告 第一次调资到位 一次调资到位 好 调资已经到位了 为什么要改成横向的姿势 这样的话轨道器跟返回器 就是在不同的轨道面分开 安全地返回 保持安全 鬼返分离 鬼返分离了 没看到 清晰地看到 神州12号报告 长城报告 鬼返分离 北京明白 鬼返分离 就是轨道舱和返回舱 已经成功地分离了 对 是的 长城报告 第二次调资开始 二次调资开始 第二次调资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转90度 是 相当于掉了个头 掉了头 同时它的抚养还要往下降 便于马上要进行的返回制度 就是逆时针转90度 掉了个头 然后再调整抚养脚 长城报告 第二次调资到位 二次调资到位 好 二次调资到位了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看到跟之前不同的是不是在完全水平方向上了有一个这样抚养角度的变化 这个角度的变化是为了方便改变轨道瞄准回家的路 是 它这边通过这个自动点的姿态的确定 辅管较解 等于授入大气的那个柜 可叫在 low炉 这才确保能够顺利安全地返回 三名航空员也能拿回工作 自动开始 自动开始 长城报告 返回自动开始 发动机开机 返回自动开始 飞船返回自动发动机点火了 对 这个护身很重要 所以它的姿态和发动机的动力 都直接逐渐了它的乐理 你看三维模拟的动画也非常形象 后面人发动机点火 向各个方向 就在调整它的姿态了 就等于我在回家的高速路上踩一脚 准备瞄准回家的路 就要前进了 踩一脚刹车 但这刹车是点刹 不是一脚踩死 慢慢地来调整 是个连续的物质 连续的过程 可以看到它中间的 那个是主发动机 自动连回的发动机 旁边还有那些滋控发动机 是保定它的自动时候的姿态的稳定 看三名航天员的状态也都非常的好 非常好 还是很轻松的 对 它我摸得比还是在面前飘着 在最后感受一下 这太空当中的失重状态 对 可以再感受20多分钟 对 昨天从空中的飞行后 非常开心 因为飞行机站 上的非常好 现在进行的就是 让发动机点火之后 产生和飞船飞行方向 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对 就是飞船的速度就降低下来 降低下来 然后脱离原来的飞行轨道 进入返回轨道 是 真正的回到了进入回家的路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 自动结束之后 有一个相当长的 20多分钟的滑行时间 就是自动滑行阶段 对 就相对于现在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飞行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看到飞空中心 我们能看到的画面状态比较静态 趁这个时间 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了解最新的情况 我们神舟12号飞行程组 回到地球的时刻 越来越近 各路的搜救力量也已经做好准备 现场的情况如何 来连线跟随地面分队行进的总台 央视记者何春 你好何春 来把时间交给你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长城报告 返回制动结束 发动机关机 返回制动结束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一个停靠集结点 从上午 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 我们跟随着地面分队出发 行进了有一个半小时的距离 车程来到了现在的这个集结点 刚才指挥员也告诉我 我们会在这个集结点做一个简单的停泊 然后随时待命前往核心区 那么大家也可能看到了哈 在我身后 上午我们在那个厂区看到的那些车 如今呢 整齐的排在这里 茫茫的一片戈壁滩 这些车都是 非常有序的 听从指挥员的指令 那么他们呢 也都是有功能性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 在这片戈壁滩 现在我做的直播 也都已经完全依靠的是卫星电话 因为这里完全没有信号 那么搜索队员会在这里呢 还要进行一个最后的检查和准备 就是对车辆的 那么我们和外界唯一链接的 就是停放在这里的未通车 它可以把指挥中心啊 和各个方向的信息传达到这里 也可以把这里的信息随时回馈 传输到指挥中心 保证整个任务图像和信号的畅通无阻 大家都知道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 飞船呢都是返回在四子王旗大草原 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东风着陆场呢 其实这里广阔的戈壁滩 是一个天然的航天器返回的地方 之前呢一直作为飞船的备份着陆场 开展搜救训练 之所以一开始没有作为主出了场 主要是因为啊 这里距离巴丹吉林沙漠很近 而沙漠里面的搜索救援呢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性的训练 他们已经可以实现直升机在沙漠地区起降 那么我们的车辆可以在沙漠腹地机动穿越 再加上呢 经过多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考验 搜救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也积累了很多的搜救经验 完全具备在沙漠地区快速搜索 和装运的能力 所以不论航天员落到哪里 都能够快速到达现场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也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草原生态 所以从2017年开始 正式的把载人航天的主着陆场 确定在了这里 那么此前呢 这里其实已经进行了新一代飞船返回舱的回收 刚才啊我从指挥部也了解到 这里的距离核心搜救区也就只有20多公里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附近的地貌 也是一马平川 就是戈壁滩 所以呢也非常适合我们随时最快的速度到达核心的搜救区 好 主持人 现场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何春 在东风转入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的报道 我们现在呢再继续来关注三米航天员 在舱内的返回舱内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在左侧看到的这应该是推进舱内的反面 舱内的图像 非常清楚 这制度过程已经完了 现在是在滑行就好了 对 现在制度结束 一闪光的飞行器 你还是让附近博伯把窗户光挡一下 神州十二号暴走 状态正常 完毕 北京明白 你现在可以看到飞船的姿态角度更大 比刚才 是吧 对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 返回舱 第一次落点预报 落点精度 东京 腰动动度 动四分 四六秒 东京 腰动动度 动四分 四六秒 落点尾度 北尾 四腰度 三拐分 两三秒 北尾 四腰度 三拐分 两三秒 北京 第一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雄鹰 雄鹰明白 落点精度为 东京 腰动度 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返回舱的落点第一次预报发出 雄鹰就是我们的空中分队 就是在重复 告诉我们知道了现在第一次落点在哪 我们大概有四次 四次落点预报 这四次落点预报的目的是 华山 是每一次更加准确的预报落点位置 对于搜索的分队 我们即使准确的去找到这个 返回舱的地方 这是第四次就是最终能够确定的 以后落点或者事实落点最接近的那一次 北京明白 现在是第一次落点预报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直升机 刚才制动开始之后 马上的空中分队就从对面点起飞 就起飞了 我们这空中分队一共是五架直升机 一架直升机 一架通讯机 还有一架一间一宝 还有两架的救护直升机 所以说我们的指挥机和通讯机上 都有这个光学调舱 对 是 光学调舱拍摄的这个 实时拍摄的图示的场景 就可以全程地跟踪和看到我们 在他们捕捉到了反复舱 就能全程地看到 是 通过画面 对 它通过这个K1K的频段 通过中级卫星和通讯卫星 同时实时地传到 对 刚才你也像说外边的那个 闲窗进来的光有点亮 影响他看手里那个 说操作手册什么 对 怎么也可以看得见 它那个确实挺亮 确实现在比较刺眼啊 这个光 对 唐伯波你给我拿那个纸挡一挡 但是进入黑障区 进入大气层 就看不到这么亮的光了 就变成红色了 对 变成红色了 那接下来要等待的动作 就应该是推反分离了 对的 是 刚才44分的时候开始到47分 完成这个返回的制动 嗯 大致的20多分钟之后 进入这个推反分离 这段时间呢 相对会有没有那么密集的口令了 所以我们也请两位嘉宾给我们 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我们这一次刚刚跟前方记者连线的时候 也提到了 我们有一个革命性的返回的控制技术的变化 就是预测指导 这个预测指导在全程 等于它是返回再入估的全过程都在进行 是 预测指导是这次 神州12号报告 我们先来证明一下 我们先来证明一下 北京米半 状态正常 神州12号的报告 那它进入黑帐区 这个预测指导也在一起作用吗 它整个预测指导是这样的 就是 神州12号载人飞船呢 通过实时接收GNN4数据 就是北斗的导航数据 根据这个导航数据 实时进行位置的确定 实时的计算 弹道返回的弹道 那么呢 跟以往的相比 以往提前呢 注入了标称的弹道 这弹道的一直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用这个 比如说导航的数据进行计算呢 就可以更加准确实时的 获取新的弹道 减少这个误差 同时呢 它通过这个实际的准确的弹道 获取之后呢 对瞄准点进行呢 有效的进行控制 那么就是整个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 用那个瞄准 你能弹道中落点进行控制 这样的中落点呢 你能得更加准确 就是说我简单理解就是 原来是知道了目标在哪 我一条不到跑到黑 但是现在有了预测指导 我可以在机动中间来更好的 更准确怎么找到那个弹道 是 自主性更强 对可以简单的说就是 以前是边走边修正 因为是身体是返回 我要修正一下弹道 现在除了我边走边修正 我还边走边规划 边走边找更准的路 更准的路径 然后主要是瞄准着落进度 就是着落进度更高 就是原来我只能是按照机有路线 修修改改 对 现在我可以来规划一个更好的路线 边走边规划 就更智能更聪明 对 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说的是一个 比较革命性的变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方的画面 现在双视窗看到的右侧是我们航天员 在返回舱内的画面 左侧呢 是推进舱外的画面 因为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推翻分离 我们再从推进舱上再看一眼 马上要结束它的使命和任务的推进舱 对 推进舱对着我们地球的方向 推进舱的图像跟刚才这个舱内的这个图像 这连路了也神租十号飞船 通过中级卫星和地面的侧站都可以传下来 我们可以连路的实时的进行坚实 一路是舱外的 一路是舱内的 测控技术在不断的进步 现在呢 在推翻分离之前 肯定有一些需要确定的口令的动作 下面航天员也能拿着操作手册 再准备 应该很快就会到再有大概10分钟 现在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 航天员相对舒适的一个惯性滑行 大概16分钟 就这么一个一个状态 一直在惯性滑行 是 对相对在返回的途中 嗯 这个是比较平安 比较舒服比较平安 还是处于适动状态 对 对啊 大地 太强 没有呢 这下是万象天下 你的航天员在舱内也有一个交流啊 但是声音比较小 他们听不太清楚 嗯 海胜已经是第三次经历这工程了 对 而且海胜是 已经是第一名载轨过100天的中国的航天员了 嗯 对 这个时候的轨道高度应该就是393了 还是降到145公里的时候才进行推翻分离 推翻分离 对 那就是在持续的下降的过程当中 持续下降 这会应该是有200多 我们看到那个白不夸 嗯 可能是300的 300左右 嗯 200左右 嗯 在中间了 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了 过了一半时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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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嗯 能看见不看 嗯 其实我们回家的路线 其实我们回家的路线 12号报线 状态正常完毕 北京明白 就是航天人还一直在监视非常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确认状态 对 好 飞行程序 定期 航天人要报告 这样 整个 反流程的状态 实际上我们整个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是一个大的长的抛物线形 对 就是跟我们平常想的就是直 这扎子大气层里回来不一样 这样是让他们整个的体验更舒适的 还是有更科学的道理 反复曲线要平稳 平稳 不能太陡 这样的话的固载才能航天人能承受 就固载要控制的一定范围 如果太陡的话 可能固载不会有大 所以就是从393公里开始的一个大的长的抛物线 来返回我们的地球家园 对 现在三名航天员 在享受一下在太空当中出差的最后的时刻 这会儿应该是既恋恋不舍又归心思剑 但是要马上完成从393公里到达地球的这个抛物线 再一个就是经过大气层要经历一个小小的考验 对 要有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天录一号零三星跟踪正常 现在整个这个 呃 车控区现在处于 嗯 终结卫星 天录一号零三星 嗯 一直到 鬼反分离 推反分离 对 推反分离之后 嗯 对 对 对 好 好 我们现在通过双信商的画面 可以看到 搜救分队直升机 好 左边在空中飞行 右边是我们的着陆场的一个情况 都是个壁胎 对 为什么选择要在 嗯 东风 原来我们知道一直在四字王旗 现在我们改到了着陆场 主着陆场变成了东风 因为它原来是备份的 对的 那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在东风 嗯 是这样 的确我们到了空间的阶段 我们的主着陆场由四字王旗 调整到了东风 嗯 其实东风啊以前也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主着陆场 嗯 只是它是作为主着陆场的气象备份 而且也在那蒙古 也在那蒙古 对对对 在俄基纳旗 都在四字王旗 对对对 他们俩差了大概900公里吧 嗯 嗯 为什么要气象备份呢 因为之前我们飞船单独飞行 或者跟空间实验室阻力飞行飞行飞行的时候 受这个消货性资源的限制 嗯 我飞船只能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就得返回 这样的话我地面就必须得考虑这个气象备份的问题 嗯 随着当时有两个佐渡厂 但是到了空间站这段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 资源的保障能力很强 我们还有护船去补给 所以说 我 飞船从空间站分离返回的时机 就比较灵活 我可以在 可以早两天 可以晚两天 对对对对 可以在那等待 来避开地面 佐渡厂这种天气不利的情况 嗯 这样的话我就 没有必要再维持两个佐渡厂 嗯 就考虑到呢 我们这个东风佐渡厂 嗯 是临近我们九天 温厂温厂的中心 就各方面的依托条件比较好 便于我们这个 搜救人员的这种 长天化的指使 嗯 一旦有情况 我搜救人员能够 快速的集结 快速的响应 形成这个搜救能力 嗯 同时呢 我们九天 咱们说 准平温厂温厂中心啊 也有很丰富的光级 判断报告 申请发送卡41 导航修正禁止 这些测量设备 也可以 用于返回 11号天然1号 031号发 方向 就会选择了 卡41准备 嗯 东风做我们空间站 工程的 主座场 嗯 也不需要四子王旗在备份了 不需要了 就是一个主座场 足够了 对 我可以在上面 就等待嘛 这是也是资源的一种 一个 优化 节省 优化 对 好 现在我们神舟12号 飞行程组 回到地球的时刻 就越来越近了 刚才我们通过前方画面 看到各路的速度力量 已经做好了准备 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空中的搜集力量 我们还有地面分队 地面分队也在出发的路上 还有30多辆地面 召售听苦力发送 长城委入北京 请确认指令 是否为卡洞拐腰 长城明白 现在飞空中心 还有一些指令的 反复的确认 再过几分钟 就应该是推返分离了 也就是返回舱和推进舱的分离 这样一个动作 就即将开始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分离了吗 不是 这是刚才那个动画吧 之前 对 这是之前的一方 这是鬼反分离 是否为卡洞拐腰 北京我是长城 请稍等 好 我们在左号看看到的是 我们的动画示意 就是鬼反 现在看到的是推反分离的示意 就这样分离 但还没有开始 刚才我们误会了 以为已经分离了 回来的应该是再调个个 应该大头朝前的那一回 这个是对的 好 我们从左边可以看到 这个返回全国人的动画示意 这是已经开散了 两分钟后推反分离 两分钟后推反分离 好 我们听到 回空中心告诉我们 两分钟以后推反分离 大概在13.08分左右 现在左边画框里看到的 还是我们做的虚拟的画面 竹山打开之后 离地一米左右 会有一个反对发动机的 长城报告 申请发送卡洞拐腰 导航修正禁止 北京明白 16号指令发出 北京卡洞拐腰 指令发出长城 长城明白 其实这样说来我们 战刃航天工程也是一个 有点伤感的过程 有一直在各种分离 发射段就是跟整流罩在分离 跟一戒二级火箭在分离 回来要跟轨道舱 推进舱来分离 但是所有的分离 都是为了更美的意见 虽然说过程有点伤感 但是结局非常完满 这次反复是三米航天员 专门跟空间站道别 对对对 这个也是念念不舍 其实是 但是我们会迎来新的航空 新的也是曾经 对 是 长城报告 要导航修正禁止指令 执行正常 北京明白 包括三米航天员 第二次出舱之后 一会在太空的 也像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对 有那种感情流露 太空的卖领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现在航天员的心情 应该比较复杂 又觉得回家过中之后 吃月饼了 也挺开心 但是一想到 在太空当中的工作 12号不发退场分离 走到时间 可以看到推进舱有震动了 对 推进舱的太阳一番板有震动 很快就要进行分离 明白 可能是分离了 已经分离了 刚才图像是 来我们再看一下 全景的再最后确认一下 应该是分离了 分离了 看到太阳翻板有过有过动作 只剩下返回舱了 分离之后它是145公里分离 到大约是120公里左右 就开始重新的调制 调制就是配平公角 大地朝前 大地朝前 嗯 现在推进舱应该是 在向大气层坠落 对 会在大气层中 大气层里面烧毁 烧毁 对 接下来的动作就应该是配平公角的调整 应该也非常快 对 对 退防一分离 这个就是整个过程就已经比较 不可逆了 不可逆了 返回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回家的这条路线 必须直直地走下去了 进入一个不可逆的状态 北京雄鹰报告 空中分队到达待命空域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天路1号03行跟踪结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雄鹰报告 还是空中搜救分队在报告 对 已经到达了 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光学调舱 看到的画面吗 是 对的 是 长城报告 推返分离 现在是不是 推返分离 正常 嗯 推返分离之后 发现目标 应该还要是第二次这个落点预报 再给卓罗厂系统 然后指导飞机和地面 13号机场发布第二次落点预报 运动 喀什双不完成 喀什双不完成 是不是就是进入祖国怀报 啊 国内的策务战 陆迹的陆迹的胀部第二次落点预报 喀什完了是黄河 就是河点 就是进入我们祖国的 大陆进入祖国怀报 贵收 贵收 现在在祖国的上空了 30分58秒 白塔预报 对 在喷范 现在那就是 黄河发现目标 什么意思是 三百九 三百二十 三百三百一百公里 好心目标 那不是黑帐吧 八十公里 八十八六十 八十六十 三名航天员在聊这个现在多少了 大概一百 进来之后也会有感觉到的 六百二十 三百二十 你会仔细观察 宣传外卫 刚二十 是火光 黄河双部完成 以后就应该是他就烧的流水了 然后就是 烧的流水 你仔细感受吧 你还是要再给唐洪波介绍 进入黑帐的这个外卫 一百十十 交流经验 对 三百 第一次再入航回 没事 真军不怕火炼 说没事 真军不怕火炼 你还说说 还有90公里 还有90公里 那就是马上进入黑帐了 80公里 离地球80公里 到40公里之间是黑帐 你也得累啊 拿着我也得累 我也得抱 山海发现目标 开始跟踪正常 进入黑帐我们听不到他们的说话了 对 就通信中断了 对 这会儿的速度大概是 红光发现目标 到80公里的时候 大概是 7 8公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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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7 7 5 这还是很快的速度 这再度的速度 到40公里的时候 各位注意 我是北京 别 快 快 下面通报 返回仓 第2次落点预报 responses 落点精度 东京 殭洞弓度 动三分33秒 东京腰动动度 动三分33秒 落点纬度 北纬四腰度 三六分49秒 北纬四腰度 三六分49秒 北京第二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雄鹰 雄鹰明白 落点筋度为 东京腰动动度 动三分33秒 落点纬度为 北纬四腰度 三六分49秒 正确 第二次落点 华山 华山明白 还在一个修正的过程当中 对 开始跟踪结束 云量也非常少 对 应该云量少 云量少 一会儿我们观测起来 有些观众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沙州发现目标 安西发现目标 这一会儿应该正在经历黑漿 已经听不到横天的说话了 黄河跟踪结束 刚刚我们提到了配平公角的一个调整 这个特别专业 要跟我们老百姓解释起来 怎么解释这个配平公角 到底是一个什么一样的一个状态 刚才说的好几个姿态角 其实配平公角 它是返回舱有一个运动方向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还有一个它那个轴线 轴线的方向 轴线的方向 它跟这个运动的方向 成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就用来身体是控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的确我们返回舱也就进入黑漿区了 看到光学图像拍摄 虽然我们听不到声音 看不到舱内画面 但是我们有这个红外光学图像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进入的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返回舱的发型 现在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摩擦力的作用 这会儿旋转外应该是一片同红的 有1000多度 1000度以上的表位 对 里面有1000多度 所以宁海诚刚刚跟唐红博说 你就慢慢体验吧 回舱2号发现目标 地面有没有四台地面光学设备 四个站的 继续跟踪 就是基本上我们整个过程 各侧控站的不间断的 接力的在这个测控和捕获的过程当中 有不错眼珠的盯着 双成八项目标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测控技术 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 天链星阻网以后 现在覆盖比以前大大的改进 特别是现在用天链来作为主用测控的情况下 这个覆盖区大大增加 但这一段没用到天链 所以天链是用推翻分离前用的 这块主要靠地面 地面的光学雷达进行更用探测 现在是披着火焰战袍 烫处的发行人特别妖娆 但是返回舱内不损分毫 在外面虽然有1000度的高温 但里边的体感应该还是很舒适的 它它现在目前里面的温度 就是267度 267度 在之前也专门进行了预冷 另外本身它这个隔热也非常好 所以说保证航天员在这 山海跟踪前述 比较适合 现在是返回舱外面的隔热层 在进行烧食 在保护 这会大概过载有多大 航天员感受的过载 维收1号 8线目标 3到4个G 对 3两多个G 青山8线目标 对航天员说是1.5线目标 长城报道 回收主开关通 这个强度非常大的 回收主开关通 青山双部完成 回收主开关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口令 它这个回收整个过程呢 相当的要跟地面 要进行这个通信 就相当于非常的回收分析种工作了 就回收 就快要出黑帐区了 应该是 包括江道伞 包括后续的回收的新标机 开机 这整个都是回收 北京打开回收主开关 这里发出长城 长城明白 对 应该是出黑帐区了 对 主开关通 应该是要出黑帐区了 其实进入大气层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飞船减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大概从7.9公里 7.8公里这样的速度每秒到降到大概200米每秒 200 对 200是到 安息跟踪结束 15公里的时候 开散前 开散前 10公里开散 这种过程主要是靠大气的摩擦来进行减速吗 主要是发现有阻力 大气阻力 它因为大底在前面 大底在前面 大底朝前 就是这个中型的形状 圆形大底在朝前 是 实际上它这个森立式控制的时候 还是防止它减得过快 因为刚才说的过载太大了 对航空员的身体感到不湿 这个就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配平公角也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一个角度 如果就是在合适的区间之内进入我们大气层 对 配平公角的就是采取森立式的控制 对 我们听到听到好听到说话 回收2号跟踪正常 出黑道区了 就是角度太小就不能返回了 就在单身上飘出去了 对 那是再入角 再入角 那个角度比较小 出黑道区了 世界上比较小 就有点挺感染色 有点有点有点 W 没进行办 努力的听了一下航空员们在交流什么 这感觉还真跟机会 这上去的时候差不多 跟上去差不多 那就感到还是比较轻松 这个东方心理是控制 过载不是很大 说明目前三名航空员感觉 北京直击报告 北京明白 直攻里通 奥 开闪了 已经看到竹伞了 这是引导伞了 但是看红色比较鲜艳 减速伞 所以减速伞 拖减速伞 出竹伞 引导伞 减速伞 竹伞 顺势打开 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这是关键的步骤 对 这个是解数的 整个打完了之后 主伞打完了之后 就大到10米 这个伞非常大 13号抓紧发布第三次了 天气很好 没有什么人看主伞非常清楚 这是可见光画面 13号抓紧发布第三次了 刚才晃得很厉害 现在 我刚才听到聂海胜在说话 果然是真惊不怕火烈在说 其实这个刚才开主伞的过程是 航天员最难受的时候 对 那个不光是瞪那一下 而且打开以后撑着这个 这个在右摆右转 右摆右转 右摆右转 六千米开车 拉力 这个 简直过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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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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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出 雄鹰 雄鹰 雄鹰明白 若点菁度为 中金 要热度度 动四分 19秒 现在我们看到 右隧点 路面 地面搜救车 我们车辆在路上 30分 搜救车 四腰度 三脚深 三脚脚 全面这些收救分队 定位收救分队 也是实时的接收这边的传递 这边 落点的预防预防 华山 华山里面 看左边那个降落伞 刚刚我说了有1200平米大 而且96根伞绳 每根伞绳有50米 这是特别大的 陆势反围伤 虽然说开伞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受 但是旅航员那会儿心情是最愉悦 因为说明安全了 六公里通 马上到家了 六公里通 这也是个关键的节点 要抛防热大底了 抛 抛了 抛大底 32秒 航天员也在说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防热大底已抛 东风 东风明白 熊鹰 往事 往事 抛完大底以后就是 比较明显的 就是竹伞在垂直的这样的一个 吊刮姿态 但是那边有点看不清 这个三杉 这个时候要发的 要发 这个机身啊 行程完成 好 报告 审航十二号报告 座椅提升手工指定已发出 座椅提升 航天员感觉良好 完毕 北京明白 好 航天员在报告 座椅提升已完成 座椅提升已完成 有点感觉良好 对 已经做好准备 已经收集 提升完整了 我就过来回收总开关啊 关了 你有预备见吗 预备见 好 好了啊 哎呦 我这身床 不在我这范围之内了 座椅提升啊 不在你不管呢 不管呢 等会儿 多机会有感觉呢 他们家了 手抱紧 要不然手上会费掉的 好 大概五分钟了啊 座椅提升大概才20厘米左右 已经同一报告 公共分队向返回家 增加阻力减证 座椅面沙发 阻力减证增加 座椅提升 也是一个回来 我这缓冲 缓冲的一个过程 明白 也是为了保重的 缓冲安全 刚刚听航天员说 提升之后 全床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就是高度变了 坐的高度变了 直到在哪里先 首先先别动它 落地了 落地以后再说 都手把刀放在胸前 看好 看好以后就做好 就找了准备了 你正下方 有一个十米高度 刚就落地 有一个红灯 坐下面 根据预报 就四五分钟 排上 你喊一双 准备 多余的助推进机 对 自控推进机 自控推进机 多余的 天气好看得非常清 真的 一晚我在直播里 看不到这样的清楚的 然后拍这个推进机的画面 就把这些多余的排出 确保着陆的安全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烟 就是正在排出的多余的推进机 确保着陆的时候安全 刚刚抛防了大底之后露出来的反推发动机 就是为了最后的那一下反推 反推 离地一米的时候 就把那儿的燃料炉留够了就行了 对 多余的就先抛掉 那非常关键 它那个还是固体发动机 还不需要 现在延误出去的是 支控 就是防御舱的支控发动机 姿态控制发动机 多余的液体 对 6000米4分钟 4分28秒 航天员在自己倒计 比着陆还有多长时间 今天风也不是很大 这个晃的不是很厉害 天气也非常好 因为这点了 实际上现在航天员是在背朝着地面的方向 在往下落 因为它是大底朝前 对 是一个坐倒车的一个感觉 对 坐倒车 这次感觉好像比第一次好像力量大 后面到时候落地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阵阵的感觉 北京熊英报告 直约机跟踪243信号正常 地向稳定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我一直紧密地盯着返回船的动向 出黑档后 返回船要发无线电的信标 便于直升机 它又装了定向仪去确定它的方向 现在这个速度大概有每秒多少 从主场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就是8到10米 8到10米 8到10米 最后喷一下到2米每秒 2米 8到10米也不行 这个还是太快 8米每秒都不行 8米每秒 对航天员身上都很难 最后反喷一下很关键 闪耀控制到7米左右 足度准备 足度准备 足度准备了 这会儿还是有点光学跟踪的 不应该可以 直升机能不能拍大钟 刚才的声音是返回船 被引擎提示 哦 就是反洋舱你在给航天员的引擎提示 航天员的引擎提示 现在稳稳的降落 这个时候我看到双支窗右边我们的地面搜救分队 应该已经快赶到我们的预防落点的地方 正在加速前进 30多辆车的一个车队 争取做到舱落人道 这是我们一个搜救的目标 明白 通常应该是空中分队 提前发行目标提前到 这也是我们这次搜救队第一次执行神秘废团的回船用 也是我们东风着陆厂第一次迎来航天员回家 对 第一次造成 这个时候 调资发动机的 刚刚我们看到多余的能量已经排出了 就这会儿已经没有办法对返回舱的弱点和姿态进行控制 不控制了 不控制了 就认着降落伞带着它飘了 对 这会儿其实是产生误差最大的一个时候 这是没法让你计算和风的影响 这时候一个是高空风 一个是地面风 高空风一般比较固定 它就没有稳 提前我们做了预测 对它进行的高空风的影响进行了预测 默点进行了一个影响进行了预测 就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 在预测范围内 已经预报提前都获取了 已经加上了预测的考虑的因素之中 包括风量云量气象条件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虽然我们不能主动干预了 但是也在我们的测控的范围之内 对 预报落点的这个东西应该考虑进行了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大地朝前我们是倒车回来的 为什么让我们的航天员倒车回来 其实做倒车 有什么不能正正的 它主要是考虑整个一个过程是减速过载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就像我们坐车刹车一样 如果说我们朝前坐的时候 一个紧急刹车 经过这个大气扇 落点纬度 那江战散 北纬四腰度 包括落地 三拐分 两三秒 北纬四腰度 三拐分 两三秒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提发出雄鹰 好 第四次人民报 我最后一次的人民报 中筋 腰重重柱 重四分 三四秒 落点纬度 北纬四腰度 中拐分 两三秒 好 正确 蒙氏 是 蒙氏明白 华山 华山明白 通过这个图上 能看到我们离理论落点的距离吗 刚刚 青山跟踪结束 刚才标出来了 刚才标出来 回收一号 跟踪结束 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关心的 对 标出来 到底差 几百米 对 打的多少环 还是一公里两公里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肯定比以往要准得多 因为这次应该是从你的上 双程 尊重结束 预测制导 对我们有了新的指导技术 另外加进去其他的测量手段 可以看到马上要着陆了 马上着陆了 而且直升机 而且直升机就在边上 对 这是同时抵达 非常漂亮 干的 落地了 踏实了 返回舱着陆 非常顺利 直升机 故事返回舱 国路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可以清晰地看到隔壁滩 是 东风 我是北京 四季王 是草原不一样 对 返回舱 已着陆 后续由东风按计划组织 搜救回收工作 清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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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一个清晰地状态 其实好像是 神六是直立 对 直立 那次也是宁海生 直立 什么样的姿态 对于航天员着陆之后出舱更容易 更顺畅一些 其实直立 还是直立 直立 因为他人刚好就这么坐着 对对对 因为现在是等于他倾倒的就是 航天员要挂在墙上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他是大抵在上头 对对对对 倾斜着 如果是大抵在下 立着小口重上 就航天员可能自己就能 开开舱门出来 是 这个时候航天员接下来 现在要做的一个动作 就应该是切砸 直升机已到达弧点上空 对对对对 要根据他们自己来判断 自己判断 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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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切了 切了 已经切了 都不明白 刚才好像听到说竹伞已脱落 对 一脱落他就切了 那是切得非常果断 迅速脱掉 雄鹰报告 雄鹰请讲 因为全城基本上都是注入数据之后 非常自动控制 但是只有这个切散 是航天员自主判断 什么时候切实际合适 是吧 重四分 三二六秒 中间 腰重度度 重四分 两六秒 弱点尾度为北尾 四腰度 三七分 四六秒 北尾 四腰度 三七分 四六秒 报告完毕 好 我们现在看到双视窗 双视窗 左边画面是法会上 右边是地面搜救分队正在分数现场 我是北京 东风请讲 应该也很快就到了 直升机搜救分队就在现场 直升机搜救分队就在现场 直升机在空中 哦 人已经到了现场 对 他进行个外观检查 所以住到了仓 仓路人道 还真是 北京东风报告 刚才我们看到已经到达 东风请讲 反馈舱边上了 我们工作人员 空中分队已到达着陆现场 下一步进行环境检查 北京检查 已经插上旗了 是啊 到了 这是直升机直接看着防备舱 对 这次确实是 东风猛视报告 猛视角 正在向落点搜索前进 距离预防落点八公里 报告完毕 这是猛视报告 地面分队还有八公里 对 对 一样 非常快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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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好 我们现在看到 穿成色服装 这应该是我们着陆场系统 也就是搜救系统的工作人员 边上的白色衣服的是 我们航天员系统的一间衣保 这都已经下了飞机 到了返回舱边上了 现在先要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外观检查 什么外观检查 另外就是架设背负台 跟便携站 然后待会把相关的图像传过来 传到北京 我们一共有五架搜救直升机 在顺次降落 现在看到这个 返回舱的外观 黑曲曲的 就是烧食过后的一个状态 对 我们经常看到返回舱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出发的时候 还是挺光鲜的 而且我们看那上面 侧面是两个孔 还有一个是备用伞的孔 对 我们的这个降落伞 有主伞备返 就都有备份 万一主伞没有打开 还有备份 雄心报道 雄心请讲 仓外污水井检测浓度为您 准备开舱 报告完毕 多不明白 刚才说这个仓外检测为零 是指辐射吗 不是 刚才说是无水井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自控发动机的这个推进机 就证明我们管路是好的 就没有没有没有系统 它应该还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 盖码员 对 盖码员 对 先把这个放射性员取出去 它先是防护 防护 装个罩往了防护上 现场正在架设 这些停留站 正在建立体育区 报告完毕 都不明白 好 现在我们看工作人员正在对 返回舱进行处置 而我们现场也 又来了一位新的嘉宾 是我们的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总体式的副主任 翟志鸿先生 欢迎您翟先生 你好 翟先生跟我们来一起来 关注我们航天员出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穿着橙色服装的是着陆场系统 白色是航天员系统一间一保 蓝色是飞船系统 对返回舱进行处理的工作人员 现在正在对返回舱进行处理 那看飞船系统的已经和应该是检查处理完了 对的检查 对 现在是可以看到我们搜集队的人员和一间一保 正在舱门口来进行一些操作 无论上人员正在是建立这个 返回舱周边有一些警戒区域 正在架设窗边的旁边的一个警戒区域 然后呢现在看那个图像呢 应该是在做这个返回舱这个开舱门的准备工作了 就是毫无疑问 应该是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来开舱门了 这个青岛的姿态下 航天员自主开舱门的可能性不太大 对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期间呢 这个航天员在舱里吧 应该是把那个阻伞已经脱掉了 手控脱阻伞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会把这个舱那边建立这个大气的这个通风 就是舱里边进行连接了 舱的环境会建立起来保证人的安全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能听到舱外人说话 是可以听到的 甚至通过那个悬窗可以看到 舱外人员 但是现在那个学生那个位置应该是在 对 上头一个下头一个 对 在太空工作了90多天 终于听见了舱外有人说话了 是是是 第一次听到舱外有人说话 那就是下面的一项工作就是地面人员来协助把舱门打开开 开舱门 开舱门 开舱门之前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硬性的确定了之后才能打开吗 他们一般情况下会通过这个原来呢是通过这个悬窗 观察里面这个航天的状态 嗯 现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也比较难来看看到舱里这个状态 嗯 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航天员的这个之前跟这个着陆系统的一个通报 欢迎通报 知道了航天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已经做好了提前的沟通就可以做开舱门的动作了 都不明白 舱内航天员会跟我们的飞控系统也会有一个沟通和交流 嗯 对一个是跟咱们着陆搜救人员嗯 会有一个欢迎沟通 然后着陆之后呢还可以和北京进行联络 来汇报舱里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法律舱的状态和航天的身体状态 好我们先 应该是开门了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进入舱门的应该是我们着陆厂的一间一保 副主任的设计师吴月亮 他应该是第一个看到航天员 不明白 反回舱舱门已打开了 太快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打开的过程 啊 反回舱舱门已打开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现在航天员一般第一句话说什么 有有致氏语言吗 欢迎回家 没有没有这个他们还是比较那个轻松 嗯 轻松自由的 现场正在进行舱内污水警简陆报告完毕 不不明白 一间医保人员应该是先询问一下航天员的状态 对 会 询问这个三米航天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通过观察 进行一个初步的医学的判断 通风雄鹰报告 雄鹰请讲 舱内污水警检测浓度为您 正在进行落点坐标测量 报告完毕 通风弥漫 然后会根据航天员这个具体的身体的状况 给它补充一些液体 回来以后及时的补充 这样的话促进它的这个身体恢复 水或者是营养液 对对对电解制液什么 请讲 原来我们进行重力再适应是在返回舱内 现在都不是了 就是状态没有问题马上出舱 对 在舱外做转站的这个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会停留一些时间 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就是让航天员赶紧从密闭空间里出来 是的 是的 我听你声音也好 现在也愿意咱们主场系统人 对它做进行一个机航检查吧 一会呢他们把他们出来 协助出来之后 会在周边这附近做一个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就有个比较好的宽松的环境 东风雄音报告 雄音请讲 经医间医保人员确定 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报告完毕 航天员状态良好 会不明白 您初步健康确认完了 对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 一个响起了掌声 这是最好的消息 对 我们航天员能够平安健康的返回 这是最重要的 那他们在这次有三个月的时间 90多天 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 那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是不是也需要适当的相对比较长 是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长期的载轨飞行 航天整个力量耐力下降 还有潜艇功能的 还有心肺功能的 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症状 嗯 那么到了地面之后呢 这些问题呢 短暂消失不了 北京熟一报告 在这期间需要做一个 再适应的这个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时间上呢 会比以前要更长一些 嗯 但是呢 我们在这期间呢 也采取了一些 一部分措施吧 嗯 比如说在这个 发挥过程当中呢 嗯 下肢上会给他穿一些 那个特定的服装 嗯 通过这种外部加压的方式 让这个血液不要集中的 到了中力环境下以后 集中到下肢上去 嗯 这样的话会平衡整个身体的 这血液循环 哦 另外一个呢 在发挥前呢 给他口服一些的 补业的盐水什么的 促进他这个力为耐力 您说的这个 比较专业的这个词 叫力为耐力 对 对 这具体解释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的 战力姿态下 这个这个耐受的能力 哦 就通俗来讲就是这样子的 啊 就是可能不能出来 回回到地面 出了防御舱 马上能够站起来 对对对 就是力位耐力下降 对对对 这个原因呢 主要是长期失重环境造成的 嗯 咱们在地面呢 这个重力环境来讲 通过我们这个像爬楼梯了 弯腰了 蹲起了 这些呢 对肌肉都是一个锻炼 嗯 天上就没有这些个动力环境了 嗯 所以在太空工作的时候 航天员也要不停地来进行这样 各种各样的锻炼的活动 对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嗯 嗯 大概这个时间需要多长时间 比如说原来可能需要60到80分钟 现在呢 就是这个重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嗯 它这个时间上呢也是不是太好估计 嗯 每个人的这个状况还都不太一样 嗯 而且呢这个重力再适应期间呢 就是这样子的 到了北京之后呢 还要做更多的这个后悔的工作 腰动动土 动四分 28秒 腰动动土 动四分 28秒 那回到地面之后 什么时候吃他们的第一顿饭呢 嗯 应该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到北京之后吧 到北京之后才能吃啊 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 哦 吃什么来给我们介绍 介绍 吃什么 这个呢 具体什么呢 我还不太清楚 但是呢之前呢我们都对 给他们做过交流 啊 他们的自己个人喜好的一些食品都准备好了 哦 希望吃什么 对 之前我们都给他们沟通过 然后地面专门给他做好了这些 嗯 但是在返回的直升机上会 也会简单的先吃一点什么东西是吧 嗯 根据他们身体情况 对 根据身体情况 主要是补充一些的 北京 东风报告 我是北京 东风请讲 落点现场测量完毕 落点精度为 东京腰动弄度 动四分 28秒 东京腰动弄度 动四分 28秒 落点尾度 北尾 四腰度 三管分 43秒 北尾 四腰度 三管分 43秒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出发的时候我们看航天员跟记者见面 都是隔着那个玻璃罩 有一个是三级隔离 对对对 但它返回也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对 返回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返回下来之后呢 首先是要做隔离的 在这期间呢 也会对航天员返回以后的身体状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还有部分的采样工作 一部分的采样工作呢 主要是用来评估它这个飞行期间长期试用飞行以后 生理上的各种的这个反应的效果和结果 通过这个检测结果呢可以反过来评估我们在轨机间的一些个 保证措施是不是有效的 做一个前向的反对和评估 另外呢 评估就是对于后面的后恢复的工作 北京明白 祝贺神州12号 你们辛苦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好 刚刚我们听到三名航天员在汇报身体状况良好 神州12号飞行中重走 谢谢 我们航天员安全健康的返回了地面 也给这次任务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东风顺利出征 又在东风胜利开旋 那他们这个隔离回来以后到北京进行隔离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一周多点时间进行隔离 一周多呀 一周隔离 完了呢不能回家过中秋了 非常遗憾 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对 观众朋友还有网友们都在呼吁说 让韩特远回来过中秋吃月饼 看来这个中秋节要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 对 我给他们集体过了一个中秋节 一块过中秋节 在隔离时间吃月饼 东风猛士报告 猛士讲 猛士讲 研究组到达中 是 地面车队也到达了 到达了 猛士请重复 对 这个中秋节 是 地面车队也到达了 对 这个中秋节 是 地面车队也到达了 对 这个中秋节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这个又摆又晃 然后没有规律的这样乱动 这平时训练怎么来克服它呢 是这样子 主要是做这个超重的耐力训练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神舟12号返回舱 正常返回着陆场 三名航天员状况良好 就是为了应对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给他们加载不同的机制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飞空中心的大屏幕上 也打足了热烈庆祝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 随着航天员 平安健康的落地 已经取得圆满成功 再次祝贺我们的航天人 详细请讲 现在在进行 舱内气体采样 微生物采集 报告完毕 都不明白 现在在进行 舱内气体采样 微生物采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是一个返回舱 返回以后 对舱本体环境的 一个采样工作 在发生之前 我们也进行了采样 在飞行期间 也进行了采样 飞行后也是按照 采样环节 完成最后的采样工作 整个飞行期间 对采样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 这是一个对环境 评估的一项 这个措施 包括这个气体采样 也是在这个时候做的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后续按计划进行 航天园 一间一保 和返回舱 现场处置工作 神舟12号 返回搜救任务 到此结束 各号再见 后面就转入一间医保的程序 对 搜救人完成了 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长期驻牛的航天员 对 顺利健康地返回地球 刚才我们看到一间医保人员 准备的一个椅子是躺椅 对 它躺椅的角度是可以做调整的 航天有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这样的话 这个躺椅的倾角 主要是也是为了减少 返回地球的一个重力环境的 潜艇的复合 和列明耐力的复合 尽量让它也是仰卧这种形式 好 现在我们的神舟12号返回舱 已经着陆了 让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 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同事 劳春艳 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飞控中心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春艳你好 来把时间交给你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刚刚就在13点50分左右 我们听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口令 就是神舟12号任务圆满成功 随即大屏幕就变成了红色 我们看一下 热烈庆祝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 这是一个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 它也意味着中国空间站阶段的 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的结束了 而这次任务返回着陆阶段 非常的顺利 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感觉就是稳稳稳当当 非常的顺利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快 尤其是到了地面搜索阶段 我刚刚也特地注意了看了一下时间 13点34分飞船的返回舱落地 然后35分直升机就已经报告 已经飞到了返回舱的上空 然后到了36分 也就是说两分钟以后直升机就落地了 然后37分 三分钟以后我们的搜救队员 他们已经是赶到了这个现场 所以说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迅速 那我想这可能一方面是说明我们跟的准 测得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飞船落得准 那这里边是不是跟我们的各种各方面的提升有关系 我这边也是请来了神舟12号飞船的副总设计师 容先生容总容总来 我们请教一下容总 您跟大家讲讲这一次您的感受 您哪一个时刻是觉得心是放下来了 实际上就是看到那个1200平米这个主场 完全打开的时候整个心就完全放下来了 因为实际上这个一闪一开以后 就飞船航力员的生命就有保暖了 那什么时候最紧张的 说实话就是这个经过那么多飞船呢 以后咱们从设计还有包括这个念证都还是觉得比较充分的 按照人的那个残情嘛 就是一般在开始工作之前 就是比如说4公里之前 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简单嘛 整个神舟飞船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我们也知道神舟飞船这一次它是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 包括预测制导技术等等 之所以这次能够落得很准 是不是也跟神舟飞船它能力的提升有关系 是的 因为咱们这次神舟飞船采用了一个新的制导方法 这个方法确实一方面是提高了它的那个落点困制的一个精度 第二个就是也提高了它的一个 从不同轨道高度来适应那个返飞的一个能力 因为咱们那个空间站跟原来的轨道高度是不一样的 将来就可能从不同的轨道都有可能返飞 神舟飞船还有哪一些能力上的提升呢 因为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次的任务 神舟飞船现在主要还是在一些控制这方面提升的比较多 再一个就是在还有就是在这些 因为随着现在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进步嘛 包括这些电子控制这方面的一些能力也有提升 再一个就是因为神舟飞船它是一个停留往返运输 就是保障航力源身边安静的一个 所以一般经过前面那么多次飞行认证的一个考核 它的考核向安静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就是尽量保持它的状态不断 很确保航力源的一个安全一个防飞 那在舒适度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吗 因为我也至于到了其实航天员们 他们在着陆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次的交谈啊 听上去非常的稳 然后身体状况也很不错 这个跟神舟飞船它的舒适度的提升有关系吗 确实也有一点关系 因为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这个窗内的一些布局的一些设计 神舟12号飞船的返回舱已经着陆了航天员的正在出舱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总裁央视记者王刚也跟随着空中分队的直升机 已经抵达了返回舱的落点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王刚 你好王刚 来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第三个还没 好因为在现场呢可能是用微信电话来跟我们进行连线啊 那信号暂时有一些问题 稍后我们再来连线王刚给我们带来前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那下面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 刚刚呢我们跟前方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 这次落得准找得准还跟测得准也有关系 那怎么能快速的如此快速的准确的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直升机同时跟返回舱出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怎么能够这么快的找到它 这刚才我们都听到了 北京中心赶了四次这个落点预报 这实际上对我们收救直升机 包括地面分队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就是给了一个这个一个点 第二是我返回舱出这个黑帐之后啊 它发这个无线电新标 我直升机上也装 包括车队也装了这种无线电的定向仪 也可以搜索这个新标的方式来找到返回舱 所以说这次是这个直升机和地面都找得很准 那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 在我们的医间医保人员的辅助之下 在出舱的过程当中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看到现场是 以前我们看到椅子都是直立的这个靠北啊 刚才看到现场是一个躺椅的 是为了这次在太空时间停留时间更长 来特意准备的这样的一些 可能是让航天员回来以后 适应更好更舒服 还有哪些这样的设计 或者是我们以前没有过 没有见到的这样的对航天员的 进行适应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咱们在桌子厂这块呢 主要是一个躺椅 那么到回来北京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措施 来为了应对更长期飞行航天员后复复工作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性的做一些营养的补充 包括它再给那些个骨丢失 骨丢失还有激励萎缩 包括一些物理的疗法都会给航天员进行保障 这样的话呢 能保障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起来 后续的话他们还要参加再次训练 将来还要再次执行任务 所以说呢 对他们后会有期间的这些工作呢 我们进了一个著名的策划 这样的话呢 回来之后呢 根据他们法会有的生理状况 我们做一个评估 采取不同的这个后会有方案 来保障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起来 因为他们将来还要进行连续的执行任务 还要再次上天 所以这期间呢 还要再次再次训练 这后用时间呢 也不能太长 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这些措施 实现这个目标 这也是我们整个保障的系统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针对以前来讲 是一个比较新增的 和有特色的一个工作了 那王总 接下来我们航天员和除舱了 这个返回舱下一步 是怎么对它进行处置 再一步还要对它进行哪些研究 返回舱是后面要运回北京 然后我们的科技人员 首先还要再次的检查确认 这个管路有没有这种推行机的泄漏 另外还要取出我们的返回舱 这个搭载的下行的这些载荷的样品 包括这个搭载的一些物品 包括我们取出我们返回舱平台的一些 备份的一些没有工作的设备 包括我们的备份伞 就刚才您提到的备份伞 也要取出 最后确实要注意研究工作 包括外表面的烧尸材料的一些性能分析 包括一些室温片 来计算我们返回舱在黑帐户人中 所经历的最高的温度 做一些研究工作 大概就是这些 回到这次任务 这次任务本身 我们航天员载轨了三个月 90多天的时间 也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在太空中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这些是以前都没有过的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觉得这次他们在太空当中的工作 包括取得的成果怎么样 这次取得成果应该还有很多的 首先我们三名航天员 在空间站核心舱 驻留了三个月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一方面我们航天员能够长期驻轨 这种健康的生活工作 另外就是特别是这种 长期驻留的心理生理的这种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表现出我们 航天器的这种知识保障能力 你比如说再生生保技术 比如说我们能源技术 还包括物质管理技术 所以我们航天器能够支持 保障航天员的长期驻留 第三方面就包括我们地面的飞控的支持 也是这些技术 都是我们将来空间站组装建造的一些关键技术 好那关于前方的最新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随地面搜救分队 到达前方的我们的记者何春 看看我们的航天员的状况怎么样 来何春把时间交给你 好还是在戈壁之中 目前导播告诉我 7号还是有些问题 来再叫一下何春 没错 对 好的 好的 好的主持 广泉你能听见吗 可以 现在我们这辆移动直播车 其实真是专专门为了此次报道这个 可以听到 好我接着说 我们的车你看已经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前向摄像头的画面 我们车已经来到了指定的媒体区 我们这里有一个媒体区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车顶上的前向镜头 看得到五架直升器 已经从这非常规整的排列 然后大家再往里面都是警戒区 目前地面分队指挥员是按照他的既定计划 有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这样的一个警戒 所以说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我们是不可以随意进出的 因为航天员的安全是所有我们祖国人民期待的 他们今天终于回家了 我们现在远远的看到非常激动 因为刚才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车上开的那个那个 右前方看到那个闪闪的点 我们都在那大家都激动的说 你看你看是不是那个返回舱的那个降落伞 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边一片大戈壁 真的很荒凉 可能现在镜头里面大家能看到有颜色 但是这一路开过来啊 就是好像那个地下那个缩缩树 和那个开的车的时候晃晃晃 然后颠整个路况我们今天小组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机的技术过硬啊 我好几次那个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哈 虽然警戒区外面好多的记者都在往里走 应该目前来看那个我的前方的我的同事 王刚在核心区 一会儿能看看他那边的最新报道 但是我现在目光所及 可能只能是远远的看到地面的情况 如果稍后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再往前跟进能拍到我们地面的镜头 我们也会实时地跟大家分享 好的 广泉 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何春 我们的跟随地面分队的搜救分队的记者 何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最新的消息 就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的航天员回来以后 会进行也是三级隔离 所以我们媒体记者不能离得那么近 他只能远远地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 在他的目的所及的情况下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现场的情况 所以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其实离得比较远 我们现在看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航天员是否已经出舱了 是否已经有航天员出舱了 目前进行的这样的工作就是辅助航天员出舱 应该第一个出来的应该是尼海胜 因为他应该是离中间的位置 不对 他倾倒的也不一定 倾倒的也不一定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 看谁方便出舱 对 因为他们刚刚我们说了 他倾倒的状态可能是就像挂在墙上一样 是的 是的 有时候头朝下了 或者面朝顶了 那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顿得松一点的 可能自己能解开 紧一些的还需要去把它解开 还需要人进去帮它解开 需要辅助 这个例子就是口巢上的这情况只能是理论上 就是每次基本上都是倾倒的回来的 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吗 就是不能让它回来 就是一定能正好立在那 风一刮 伞一带就倒了 对 跟着陆场的风速也是有关系的 说到降落伞的主伞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它是唯一的航天员需要来判断的 整个的飞船都是自动控制 下来以后就这个动作 切伞 需要三名航天员来主动来判断 这个他们根据什么来判断 这个动作是着陆以后的航天员的第一个动作 这个则是根据航天员进行悬窗观察 就是观察着陆以后的条件 是不是好 像这种比较平坦的地形 拖散之后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 航天就可以发指令进行拖散 那么航天发指令有两个位置都可以发 就是两边的悬窗的航天员 它两个可以观察仓位的一个条件 相互进行沟通确认 没有问题了 那么其中一名航天就可以发指令进行拖散 那么如果在比如说有些问题情况下 发指令失效了或者不起作用 那么旁边还有一名航天 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进行发指令 有两种手段的保证发散指令的可靠性 保安全的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备份 即使是简单的切伞这么一个动作 都有一个备份 对 涉及到安全的事项和安全的指令的 一般都有备份的手段 因为如果风太大 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伞切掉 如果风太大可能带着 我们之前看到有返回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 风太大伞就带着那个 对 拖动滑行 拖动滑行 对 可以在地上看明显的一道印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航天员来判断 根据风力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判断 在什么时候是一个切伞最好的事情 根据它着陆的环境 根据着陆的环境 着陆的状态 来判断 好 现在我们的航天员们正在陆续的出舱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刚刚的直播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 航天员这次回家之前 在太空当中也待的时间比较长 有将近30个小时在落地之前 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就是它有一个不只是出门回家 还有一个动作要执行 进行交会 对 王总来结合我们这个模型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在出发之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验 出发之前是这个神龙飞船 现在是从空间站上分离 来 我们这样 从空间站上分离 对 分离之后呢 做一个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好 使劲 做一座撤离之后 对 到一定距离之后做个绕飞 绕飞到这个空间站的后下方 完了之后呢 再做镜像的交会试验 就是在镜像的交会试验 对 但是不对接 但是 瞄准不对接 对 不对接 只做个交会试验 这主要是为我们下一艘飞船 做这个镜像交会对接 做一些技术的验证 就是我们下一次 神舟13号飞船来的时候 要做镜像的交会对接 对 镜像交会对接 为什么要做镜像的交会对接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次神舟12返回之后 我们这个天舟2号呼应飞船 要脱离后巷 绕飞到前巷 对上前巷的对接口 它占据了前巷 对 然后神舟飞船 下一次神舟飞船 就从镜像进行对接 这是我们空间站 组装建造也需要的技术 就将来我们存在 两艘载人船的时候 一艘载人船在前巷 另一艘载人船在镜像 这样实现趁着的轮换 对 长期有人照料的时候 就需要各个对接口 都能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验证阶段 就每一个都要对接一次 将来我们空间站有这种工况 就是说需要两艘船同时 在空间站的这种情况 对接的时候 我们天舟3号已经在做 发射前的准备了 对 它上去以后是对接在 天舟3号是对接到后巷 后巷 对 因为后巷的天舟2号 已经绕到前巷 绕到前巷 把这个后面给3号倒出来的地方 对 天舟3号就对到空间站的后巷 那3号上去的主要的作用 就是为下一步航天上去 再进行一次新的补给吗 对 主要是为下去趁着 就是神舟13号趁着 提供物质的上行 或转一些平台 载货的一些设备 那天舟3号上去之后 2号还一直在前面对接吗 还是说它就需要有其他的动作 天舟上去之后 天舟2号还在这个 核心舱的前向档口 它有几个作用 一个是充当一个存空间站 物质的这么一个空间 第二呢 在前巷呢 还要做一些试验 包括我们的机械臂的 这种对它的一个转位 转位的试验 这也为我们机械臂 将来转位我们两个试验舱 做准备 就是下一步我们会 而且要开展这种前巷的推进补加 等等 稍后我们再仔细给大家展开讲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的一个重点 再来问一下展先生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这次我们有三个月的载轨逐流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的航天员可能上去更长时间了 有半年 对 那这个对于航天员来说 也是需要一个去训练去适应去克服 有很多难度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从硬件上软件上的支持 这个我们采取了哪些方面的这样的支持 是这样 下个乘组呢 要助留整体半年时间 那么在这期间呢 需要做大量的这个训练 一个是整个核心舱 包括两艘火运飞船 还有一艘这个载人飞船 整个飞行器的组合体状态的这个管理的技能 涉及到了四个飞行器 也是具有蛮大的挑战的 所以说呢 在地面我们在模拟器上 对航天进行了大量的训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出舱活动的训练 这个呢 在我们地面的水槽 低压舱 包括这种真空环境下 都对航天要进行了一个专业技能的训练 保障它在载轨期间呢 能够完成任务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机械臂的载轨训练 机械臂呢 就是咱们困箱下新增的一个重要装备 我们地面呢 也模拟了相关的模拟器 包括虚拟现实这个模拟器 来支持航天员做这个 出舱活动的这个在路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 好 现在我们抱歉 我们打断一下 看到现场我们的航天员已经出舱了 三名航天员应该都已经出舱了 已经在椅子上坐好了 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 我们前方的记者王刚 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了解到的催心的情况 王刚 好的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返回舱的落点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呢 我们三位航天员已经出舱 在第一个出舱呢 是我们的汤鸿波航天员 那么第二个出舱呢 是我们的聂海胜 那么第三个出舱呢 也就是刚刚 四十分钟 就在刚刚 我们的刘伯明已经出舱了 嗯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医间医保人员呢 正在跟航天员进行对话 然后进行一些询问 那么 接下来我们的航天员要进行 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我们现在请我们航天员中心的副研究员 许文龙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嗯 嗯 刚刚赶到现场也非常的激动 然后那个 看 返回舱的位置呢 然后这个 嗯 这个 三明寒天员的体位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 嗯 依照方便出舱的这个原则 三明寒天员都顺利出舱了 嗯 然后那个看 三明寒天员的身体状况 和精神状态都非常的良好 嗯 目前呢 他们三个在这个 嗯 舱旁进行一个重力在适应 我们的医间医保人员呢 主要是在 进行一个护 医间医保的护理 然后补充一些电解脂的这个 营养液啊 然后 对舱外服进行整理啊 然后 嗯 对一些这个 一会后送的做一些准备 嗯 主要是现在目前在进行这些工作 然后一会呢 然后 嗯 三明寒天员会转移到这个 这个 三架直升飞机上 嗯 然后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件一保 嗯 载体内的一件一保的程序 嗯 嗯 因为我是跟随我们的直升机 然后也是 算是第一批 对第一梯子到达这个地方的 嗯 其实我们当时观察这个 呃 包括我们的返回舱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倾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的开舱门的时间也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顺利 嗯 然后航天员就是 就是应该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的第一名航天员 就是我们 嗯 汤红波就已经出舱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 聂海胜也出舱了 然后 到现在目前三位航天员都已经出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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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去 出一下吗 好 啊 那个现在是这样 就是 嗯 三名航天状态都非常好 然后那个一会儿呢 我们会 嗯 因为在舱外会做个短暂的潮流 就马上会转运到这个直升飞机上了 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 那你去忙 嗯 嗯 好的 嗯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到三名航天员 他呃 呃 现在其实在正在进行一个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呃 呃 也是 呃 看 要采访一下我们的三名航天员 你好 三名航天员 欢迎你们回来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 呃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采访聂海胜 好 我们现在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前方记者呢 正在对我们的三名航天员进行下采访 但是因为在戈壁当中啊 信号传输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我们也在静静地等待一下 稍后给大家带来整个采访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坐在那里 就是一个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紧接着下一步就到转移到直升机上 要返回北京 对 这个停留的时间很短 刚刚我们看到在现场 我们的采访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介绍 这次真的是 反正我直播这么几次这个返回过程 真的是非常快非常顺利 无论从找到然后落地之后 我们航天员刚刚报告的这个身体状况 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句号 回到了这个我们祖国的怀抱 二位看了以后相当作为航天员 相对来说应该也是比较激动的 刚才我们看那个 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 勉励我们是中国航天站向上的 无数的攀登者奋斗者的代表 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 我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记录 创造中国高度 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如使命 不负重托再立新功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 谢谢 好 谢谢您 我的第二个问题想问我们的航天员刘伯明 您是我们中国首位在空间上执行出舱任务的航天员 那么也同时担任了我们的太空导游 那么此时此刻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的关心祝福 这个生日令我终身难忘 鱼肉浩瀚美丽 令人心持神往 再次飞上苍穹 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进行太空漫步 是我的幸运 更是一种幸福 感谢所有科研工作者 是你们保驾护航 我们才能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感谢全国人民 有了你们大力的支持 我们才能建造更好的空间站 感谢习主席带领我们迈入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会继续努力 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久 将外太空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 带给亿万华夏儿女 谢谢大家 也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那我的第三个问题想问我们的航空员 汤红波 红波您好 汤红波您好 汤红波您好 欢迎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回来的感觉非常好 飞上太空的感觉 这次我们三个月的太空之旅 完成了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 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 在闲暇之余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 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奋斗 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此时此刻 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 以及战友们 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 爹爹妈妈 我回来了 身体好 精神好 飞船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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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现场的这个都关掉 都关掉 关掉 94号 注意 周边 客户下人员进行 好好 都不要关了 不准再进去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好 对三米航天员 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我们的航天员 就像 潘虹波说的那样 身体好 精神好 非常好 而且在我们 全体航天工作者的保驾护航之下 也相信就像他们所说的 下一步 个人的幸运会变成祖国的幸福 和太空事业的幸福 我们中国航天人会不断的刷新记录 不断的前进 走的更高 更远更久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 在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老春燕 请她介绍一下她那边的最新的情况 你好 春燕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从大屏幕上也看到了 三名航天员都已经出舱了 而且一间一保人员都是对他们进行了询问 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非常良好 那刚刚还接受了我们总台记者的采访 那么刚刚就在一分钟之前 那我们的搜索队员们 他们也是站到了这些三名航天员的身后 大概是进行了一个合影 好 那可以说啊 这三名航天员啊 他们是完美的结束了神舟12号的任务 经历了90天的太空驻流 现在是终于又回到了地面上 这一次神舟12号任务呢 可以说是圆满的落幕 那我也请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周建平 我们来问问此时周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很高兴啊 我们神舟12层主三名航天员 刚刚圆满完成了他们三个月的载轨飞行任务 回到了这个我们东风着陆厂 整个神舟12号任务 从发射到载轨到返回 堪称完美 堪称完美 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返回着陆的过程啊 您怎么评价 用几个关键词 这个我一个是精确 完全按我们预定的计划 预定的程序 第二这个精确的着陆在了我们预定的着陆厂的 离中心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非常的精确 这个非常的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完美 就是所有的过程 都是按我们的这个设计 一步一步准时的实施 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就是 无论是我们的地面的飞控 我们的着陆厂 我们的这个飞行器表现都非常的好 大家看到了在着陆厂 应该注意过历年的这个这个返回着陆的这个景象的话 这一次精度是最高的 这一次精度是最高的 景象也是最清晰的 对 是吧 这个 这也是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个表现 对 嗯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 这是我们是落在了东风着陆厂 嗯 这个是我们新启用的 载燃行电的着陆厂 空间站阶段 根据我们任务的新的特点 我们决定把这个着陆厂啊 就是原来的东风着陆厂是个副着陆厂 把它设置为我们的唯一的着陆厂 原来这个副着陆厂是这个做气象备份用的 嗯 因为我们有空间站了 空间站有保障 强大的保障能力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设置一个气象备份 我们就把主着陆厂挪到了东风 东风 挪到东风有很多好处 嗯 一个大家看到这是戈壁 嗯 一望无际的很平坦 利于安全着陆 第二 戈壁啊 也便于搜索的部队行动 不会影响这个农牧业生产 我们原来的着陆厂大家看到是个草原地带 是吧 就说对这个 这个着陆厂的这个经济啊 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为以后要平凡往返 是的 嗯 这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 嗯 在东风这个地方啊 其实 但是那里面有我们九泉远卫星发射中心 保障能力实际上更加强大 有利于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这个着陆以后的各项工作 嗯 而且这个其实包括返回着陆的测控的知识条件也更好 所以我们起用了一个新着陆厂 今天我们也采用了新的返回的控制的这个技术 嗯 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今天能达到这样的精度 也和我们制导技术的这个提高 跟飞船能力的提高有关系 是的 飞船的返回制导技术的这个提高也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一次他返回着陆的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都是得到了一个提升 是的 嗯 这个我们神舟12号乘主啊 嗯 是我们空间站的第一个乘主 嗯 这个三个月的飞行 嗯 这个应该说是开创了我们载人航天空间站 啊 载人飞行的一个新的时代 嗯 因为你看他们完成了三个月的驻流 嗯 这个我们中国也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航线机上 完成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驻流 他们参与了我们啊 空间站的大量的关键技术 特别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几个关键技术 一是出商活动 他们是亲自的参与者啊 执行者 第二是GDP 他们和GDP一起在协同完成出商活动的任务 第三再生生保 再生生保 再生生保是保护和保障航天员的这个生活的 实际上它也是把航天员在生活中产生的各种这个 这个比如说互出的气体啊 这个这个排除这个这个这个包括排除的这个尿液啊 这些啊 一个回收 净化 这个再生成新的可供人 可供人 饮用水 或者是氧气 这么一个过程 他们也是直接的参与者 就是我们空间站的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称组啊 完成了我们空间站 几大关键技术的这个第一次考核 非常的成功 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吗 是的 嗯 非常完美完美的超额完成的任务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您怎么评价这一次神舟12号任务 它在整个中国空间站任务当中的意义 嗯 我刚说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空间站 载人飞行时代的这个第一 第一个称组 嗯 也是 我即使一个开幕 嗯 其实也是我们关键技术验证 最重要的一个开的起始点吧 嗯 因为经过他们的飞行 嗯 我们这个 我们最少可以得到的是 觉得我们这些 刚才我说的的关键技术 再生生宝宝技术 嗯 机械币技术 嗯 这个 嗯 初舱活动技术 我们的这个 嗯 设计啊 是正确的 我们的产品工作是可靠的 我们的产品工作的效率是高的 当然 我们还要进一步 呃 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去 进一步去验证技术 我们下一个称组 我们要将要驻留六个月时间 那这个称组的这个啊 为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也拉开了我们 建设空间站的这个大幕 嗯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跟大家说个小细节啊 其实在采访开始之前啊 我问周总啊 您紧张不紧张 周总回答我说 不紧张 我是充满了信心 那其实我想这也是可以代表我们大家啊 我们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啊 是充满信心啊 期待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再上一个台阶 期待我们中国空间站的建设 能够一帆风顺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春宴也感谢周总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中国航天人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了圆满成功 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 通过双视窗也看到了 我们的三名航天员已经在唐椅上 被我们的医间医保人员抬上了直升机 他们应该是每个人上一辆 上一架直升机 对 后续的医间医保工作还是集中开展的 集中开展 做完后续的医间医保工作 回去途中就没人一架 没人一架 对 就是在直升机上还有很多 我们的医间医保的设备 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对他们的身体一些检测 对对对 一些身体检测设备在那个直升机上 还有就是他上去要换一些服装了 更换服装什么的 在一个地方 目前来讲应该从画面上应该是在做这个工作了 嗯 然后这个工作完以后就可以起飞了 对 好 我们也静静的等待着直升机的起飞 等待着他们回到北京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的13点34分 神州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 汤鸿波安全顺利出舱 身体状态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12点43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 神州1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返回舱成功着陆后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 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州12号载人飞船于6月17号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 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驻流 载轨飞行期间也进行了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 开展了一系列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载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流 再生生保 空间物资补给 出舱活动 舱外操作 载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关键技术 神州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也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下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神州12号返回的过程 上天员的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城报告 第二次调资开始 二次调资开始 长城报告 第二次调资到位 二次调资到位 发动机关机 转回制动结束 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 长城报告 推返分离 正逃 北京 重音报告 空中分队到达待命空域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回收 两号 发现目标 回收 主开关头 青山双部完成 长城明白 北京 图一报告 直升机收到 二次调资到 长城报告 直公里通 脱节出伞 出处出伞 返回舱着陆 组音报告 直公里通 北京 图一报告完毕 北京 图一报告完毕 返回舱着陆 目视返回舱 成青岛状态 竹伞已脱落 valeur 患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后 感谢观看